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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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同學一起 有朋友真好 歡迎欣賞可愛小朋友 嗨 最有智慧老師 老師 老師好 我們一起來玩遊戲 人家說呢 如果遇到常常微笑的人 就會帶給你不一樣的感覺喔 我們來看看小朋友們的感覺怎麼樣呢 就從立濤開始 會讓人感覺他很活潑 郁城覺得 讓人看起來很舒服 好 彥彤覺得呢 軒宇 讓我覺得他很善良 所以難怪人家說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 常常微笑的人很自然 就可以拉近害別人之間的距離 我想啊 如果你真的可以常常微笑的話 一定很快就會交到很多好朋友喔 那我們來看看最近小恐龍 又發生了什麼事嗎 這次我跟妹妹去日本玩大豐收 對啊 我準備很多禮物送給我的朋友了 好 那我先看看你要送給誰 這個鑰匙穿 送給小滑 小滑的喔 還有這個鑰匙送給小美 小美的 最後這個鈴鐺包送給菲菲的 哇 你有這麼多朋友可以送喔 對啊 那你呢 你要送給誰啊 我 只有一個禮物要送給我的好朋友 就是小明 就這樣 對啊 就一個 可是你怎麼那麼好啊 有那麼多朋友可以送 也還好啦 我的朋友也沒有那麼多 我們辦法比我更多的 真的喔 可是像你啊 有這麼多朋友 這樣子你都不會覺得無聊耶 不過 我覺得 只要有一個自信朋友也不賴啊 就像你跟小明那麼好 他那麼了解你 而且你說什麼話 他都懂 喔 這樣說好像也是喔 好啦 別再想了 趕快把你的禮物送給小明吧 好啊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裝一裝 我們等一下 就要來當聖誕老公公去發禮物囉 好 我先把它弄好 好 走 我們一起去發禮物囉 GO 哇 小恐龍所以你們還準備了禮物 要送給好朋友喔 對啊 而且存在好多朋友 對耶 但是大家覺得呢 你喜歡像純真這樣 有很多好朋友的話 請打圈 喜歡像小童這樣 有一個就夠的人打叉 我看 嗯 一 二 三 四 四個人打叉而已 其他人都是打圈耶 好 我先來問打圈的人 為什麼覺得想要有很多好朋友 來 慧文說 因為有時候 比較孤單的時候 就可以找朋友來玩 喔 那宇文覺得 如果我有好東西 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喔 那剛剛覺得有一個好朋友就夠了 對 敬會對不對 好 妳說看 為什麼妳覺得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好朋友 可以跟他聊心事 嗯 一個就可以 嗯 心事告訴一個人就夠了 嗯 那育成呢 因為如果太多朋友不見得是好朋友 說不定是損友 蛤 蛤 所以是損友是不是 對 那所以大家看到 像純真這樣 喔 準備好多的禮物 可以送給不同的朋友的時候 我很想要知道妳有怎樣的感覺 我要請彥彤來 那妳看到 像純真這樣 準備好多禮物送給不同的朋友的時候 妳的情緒會是這 九種情緒裡面的哪一個 嗯 她要請按 覺得很高興 怎麼說 因為她如果送我禮物 我會覺得很高興 喔 妳就說她禮物送給妳喔 那如果她這個禮物準備很多 可是裡面沒有是要給妳的呢 嗯 會 會 很 傷心 喔 妳就馬上 從 就從剛剛的高興 就變到 難過傷心這一果了 跳太快了吧 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謝謝妳請坐下 那還有沒有別人 看到 像純真這樣 看到好多禮物喔 送給人家的時候 感覺是怎樣 我要問 呃 真 真靈 好 看到別人喔 準備了好多禮物送給好多朋友喔 妳的感覺是 也是高興 為什麼 因為她很替朋友投降 喔 所以她才會 準備這麼多禮物 啊 如果裡面沒有送給妳的沒關係 嗯 好 我知道 坐下 欸 那我很好奇欸 有沒有人看到別人好朋友那麼多 會覺得滿羨慕她的 會覺得羨慕她的 會覺得羨慕得很打圈我看看 嗯 我剛剛就很羨慕純真 有人覺得羨慕喔 怎麼說呢 宇涵 因為她朋友很多 就可以常常玩在一起 然後也不會覺得很孤單 忍不住羨慕她 那玉成呢 就一年級的時候 大家常常下課就通通跑出去 我就一個人在學校晃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羨慕別人朋友多了 對啊 那個感覺到現在還一樣 不一樣 怎麼說 現在讓我了解到 朋友多不一定好 怎麼說不一定好 你變了 因為 有的朋友就喜歡當劉備亞 朋友多不一定好 但好像也不錯 是不是 對 哇 你心情很複雜 老師 為什麼討論到朋友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心情那麼複雜 對啊 因為朋友真的分好多種對不對 對啊 我們其實都希望 應該是每個人都希望要有朋友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我們有好朋友 但有時候會覺得這個好朋友如果 剛剛玉成有提到 譬如說她如果是損友 或者她是打小報告的 那感覺上她好像不是真的朋友 所以這個取決於每個人的需求 我從剛剛的回答 有的人希望她朋友好多 然後可以陪她玩不孤單 但有人會覺得我重視的不是 就是重職不重量 對 我可能好的朋友 只要一個兩個 他可以陪我講心事 然後絕對不會打我的小報告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種複雜心情也算是正常的 當然 對 不過為了希望大家對朋友這件事情 多一點點思考 那現在我們馬上就來進行動動腦時間 腦筋轉一轉 一起玩遊戲 以下有四道題目 請評直覺作答 並依照指示變換座位 第一題 沒有人陪你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是的人請坐這邊 不是的人請坐這邊 第二題 做事情時你喜歡有人陪伴 是的人請坐這邊 不是的人請坐這邊 第三題 班上來了新同學 你會主動和他打招呼 會的人請坐這邊 不會的人請坐這邊 第四題 在全班面前說話或表演 你會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會的人請坐這邊 不會的人請坐這邊 不會的人請坐這邊 現在大家都確定好座位囉 畫面中最左邊的是A 中間偏左的是B 中間偏右的是C 最右邊的是D 我們為什麼要來玩這個遊戲呢老師 我們剛剛一開始在想說 朋友的多少啊 就是取決每一個人對不對 那到底每一個人 我們怎麼看自己的需求度 對朋友是要多還是少呢 所以我們就來玩這個遊戲 其實考的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剛剛大家講的陪伴 就是這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有的人很需要人家陪 有的人可能覺得還OK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我們要測的是害羞程度 就是說 除了這個陪伴的這個習慣以外呢 還有有的人 他是比較不害羞的人 他很願意走出去跟人家交朋友 有的人 他是比較害羞一點的 所以因為這兩個變相呢 我們分了四區 我們來揭曉A區 A區呢 我們用動物來代表 A區呢 就像狗一樣 我們想到狗的時候 我們會想到 他是 他是喜不喜歡陪伴的啊 喜歡啊 喜歡啊 看到的人啊 或看到其他的狗都很開心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其實呢 他會不會害羞啊 不太會吧 大部分的狗看起來 就是都很開心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想到了就是狗狗 所以我們今天狗的 A區的人是最多 七個人喔 對 那我們來揭曉第二名 第二名今天是哪一區 第一區 第一區 五個人 來 狗跟貓咪有什麼不一樣啊 比較愛乾淨吧 不知道 比較愛乾淨 我們想到 我們今天是用個性來分 貓咪我們比較想到 他不會是一群一群的嘛 對不對 所以貓咪我們常常看到 是一隻一隻的 對 而且貓咪看到人會怎麼樣啊 躲起來 對 所以我們第一區的 今天的小朋友呢 咦 我看到敬慧了對不對 今天他也有提到說 其實朋友不用多 對不對 只要一個就好 所以呢 所以呢 在第一區的人呢 他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朋友 喔 依賴度比較低 對 對 然後他可能也是因為 比較害羞 有的人可能 其實是想要有點朋友 但是因為害羞 所以呢 感覺上朋友 不需要太多 喔 好 所以這一區是屬於貓國的 對 那我們來揭曉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 B B區三個人 好 我們想到的是 五味熊 因為呢 五味熊呢 也是喜歡 有 通常我們看到五味熊 會是兩隻啊 三隻 他也是害羞的 對 所以呢 他其實有那個需求 但是因為他害羞 他的朋友的量也一樣 跟那個貓咪是不會太多的 喔 五味熊其實呢 他需要 他需要朋友 對 但是因為他比較害羞 喔 對 但是其實貓咪不一樣 貓咪可能心裡 他是比較獨立的 就是像他們說 覺得他們一個人 其實也沒有關係的 好 最後呢 還沒揭曉只有 剩有一個人 對 我們非常符合 我們C區呢 就是我們的 孔雀 對 哈哈 孔雀就是 其實孔雀 常常是一隻一隻的 可是孔雀其實他很外向 對不對 我們看到他可以 很展現自己的 他不會害羞 對 所以剩有自己一個人 坐在這邊 感覺上也滿開心的吧 就覺得精神飽滿對不對 那你們覺得 這樣子的說明 有沒有讓你 感覺滿像你自己的 好 我先問這一區的小朋友 覺得老師這樣說 滿像你的人 打圈 A區的 嗯 老師果然 句句都中他們的想法 A區的 好 B區 大家都是這樣 好 那我看你們應該也是一樣吧 那 老師 那如果這樣的話 依賴度低的人 也並不一定是他不需要朋友喔 有時候也可能是他個性影響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朋友真的是有很多種 我們從剛剛前面一直談到 什麼是朋友 然後我們就要想到說 其實朋友有三種 對 那一種是普通朋友 那什麼是普通朋友 他也許是你的同班同學 安親班的同學 你們彼此知道的名字 見到面會打招呼 這個我們就叫做普通朋友 那再進一層呢 就是好朋友 那好朋友常常就是 我們可能會有同樣的興趣啊 我們一起喜歡打球啊 喜歡看漫畫書啊 喜歡聊天啊 然後常常會玩在一起的 然後最後一個層次才是談到 什麼叫做知己 那有人說知己難尋 為什麼 因為知己呢不容易 他通常是好朋友在進一步 就是他可能會了解你 從你看到你就知道 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啊 然後知道你有困難 就會幫忙你的 就像小可文剛剛說 小明的那個好朋友一樣 對 好 為了讓大家更能夠檢視自己 馬上進行體驗活動 人際太陽圖 原來朋友不是只有一種 還有分層次的喔 現在就請大家一起想一想 自己不同層次的朋友 有哪些吧 利涛是這樣耶老師 嗯 利涛是普通朋友少 好朋友知己啊 多 多喔 老師 他普通朋友是少 好朋友是多 知己是零 少到多少啊 就一個少字真的好少喔 然後知己是零 你的普通朋友就是 比好朋友要多還是少 少 所以你要嘛就是 交的朋友 你認為他就是你的好朋友 要嘛就 乾脆不要當朋友 是嗎 不是 那是怎樣 喔 跟你會做朋友的 就已經是好朋友 這種普通子打招呼的朋友 很少 是不是 嗯 例如說這邊有誰就是你的好朋友 孔雀說他是你的好朋友 孔雀說他是你的好朋友 是 是嗎 不是 喔 對 孔雀 你是你了 他就不覺得 所以他屬於 他屬於這個 他屬於這個 普通朋友少的這一國 喔 喔 因為兩邊定義不一樣 老師 對 所以其實呢 我們在玩這個遊戲一方面 也要回到說 小朋友每一個人心裡認為的 雖然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定義 但是事實上還 每一個小朋友心目中的定義都還是不一樣 另外我發現一個問題是說 有的人他的生活圈比較大 對 比如說他可以去安親班 那 所以安親班的朋友又加進來了 對 就變成他認識朋友的機會更多 嗯 但是有小朋友可能他沒有去安親班 他下課就回家 那他可能這個生活圈小也會有影響 喔 不過老師 我剛剛有一個奇妙的發現來給我 老師 靜蕙啊 他屬於貓國的 嗯 所以他 雖然普通朋友多 好朋友多 但知己只有兩個 嗯 但是我也很好奇 我記得靜蕙從開始會提到說 你覺得朋友不用多 只要一兩個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在甜的時候 你會都甜多 那是 好朋友也那麼多 是大家自己來跟你做朋友的 好像是吧 你也沒辦法 但你自己心裡不想要好朋友那麼多 有時候會覺得多一點 有時候會覺得少一點 你是矛盾的貓 喔 不過會這樣好像也很正常喔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想要獨處一下 不希望朋友太多 好像還要去陪朋友做一些事情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呢 很無聊的時候 很寂寞的時候 又覺得有朋友陪比較好 對 喔 喔 真靈 老師其實她剛剛有一個強烈的熱情 要把她所有的知己名字全部寫出來 表達她對這個知己的確認度 真的 後來想說啊算了還是寫六個好了 但其他都是多多多多多 嗯 那我就要來問真靈囉 所以這六個好朋友都是 是有沒有在現場的 沒有 有 喔誰 喔 家如是不是 家如你覺得 呃 真靈是你的知己嗎 是嗎 是 確定是 喔對 確定是老師 確定是 所以老師 她是無偽熊活的耶 嗯 真靈她你喜不喜歡有很好的朋友 所以真靈其實如果是像無偽型的人 那你會覺得自己是害羞的人對不對 對 那你可以給害羞的人一些建議 害羞的人要怎麼樣交朋友嗎 喔 你怎麼可以交到這麼多朋友呢 對 這麼多這麼多 嗯 嗯 我問家如好了 家如 為什麼你會跟真靈做好朋友 他的心力善良 嗯 然後 還有別的吧 嗯 你欣賞他哪裡 為什麼會他會是你的知己 就是有心事的時候可以跟他講 他會保密 喔 然後我在想什麼他都會知道 喔 喔 喔 不是 那說起來了解別人 因為聽別人說話好像是交朋友的妙招喔 對啊 所以其實雖然他本質上是無偽熊 他是一個害羞的個性 但是他因為有一個很善良的心 很敏感的心 對 他可以陪伴他的朋友 所以他的朋友也發現了 所以他可以交到蠻多的朋友 喔 所以老師這樣說來說去 想要交到好朋友的重點 還有技巧應該是什麼呢 嗯 其實交朋友的方法真的非常的多啊 對 從一開場我們就提醒大家要微笑 對 對 然後過來就是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關心 你如果要交朋友 你一定要關心別人 嗯 那怎麼樣算關心呢 剛剛有說 就是你不開心的時候他會去陪你 然後你會聽他說話 而不是自己一直說對不對 對 然後呢 這是關心 關心還有包括鼓勵啊 人家遇到挫折的時候這些的 然後第三個很重要就是你要支持他 陪伴他 嗯 如果他有困難的時候你幫他解決 嗯 那當然最常提到的最後一個就是要分享啊 好 那我就要來先問老師喔 老師 那這個數字我們都寫出來了 那有沒有說最理想 有沒有說到底普通朋友要多才是最好 好朋友要幾個才是最好 還是到底怎樣 有沒有一個最棒的答案啊 沒有當然沒有 因為就像我們這一集一直在告訴大家 每個人需求度是不一樣 嗯 如果呢 可能其實我是可以一個獨來獨往 我可以很獨立的人 嗯 也許有時候我的好朋友 一直通通都來找我 對 我也會覺得很困擾 喔 所以呢這還是要回歸到自己的需求度 嗯 喔 那去想想看自己的個性是屬於哪一種 對 然後再來想想看 欸這個朋友的這個狀態 自己是不是覺得OK 嗯 喔 所以交朋友也是需要調整的是不是 對 而且還有剛剛可能反問小朋友回去也可以想想 如果說你的生活圈 數字多少不重要 嗯 但是呢 照理說你的普通朋友一定是最多的 過來就是好朋友 從普通朋友裡面 你一定會認識到一些好朋友 嗯 那這些好朋友裡面呢 你會慢慢的找到 真的了解你 在困難的時候 願意陪伴你 幫助你的 他會變成你的知己 喔 所以應該就像這個圈圈一樣 知己是最小圈的 好朋友是中間大的 普通朋友是最大圈的 對 比較合理一點 喔 不過每個人可以慢慢調整 對 老師 我可能把他當成是朋友 對 但他有可能 根本不把我當朋友 也可能我根本不是這麼重要 那遇到這種情況 該怎麼辦啊 喔 該怎麼辦呢 嗯 接下來我們要請大家想一想 馬上進行行動輪潭 你的好朋友和你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喔 他對友誼的認定也和你不同 要怎麼辦呢 好 我來看看 那請 婉瑜 婉瑜來回答這一題 離開啊 怎麼說 因為我明明就已經把他當成朋友 他卻不把我當成朋友 那我還把他當成朋友 要做什麼 喔 就這樣一刀兩斷 Let's go 算了 我自己夠而已 不要Let's go 是不是 喔 這麼堅定的 好我了解好 那請坐下 好 應該有人有別的方法吧 裕辰 沒關係 怎麼說 因為 就當好朋友這樣就好啦 妳說妳自己心裡喔 對啊 然後呢 我把他當好朋友 他不把我當好朋友 那沒關係啊 妳還會繼續關心他嗎 當然會啊 哇 那妳就沒有覺得很可惜喔 不會啊 妳想要繼續付出就對了 嗯 好我知道了 請坐下 老師 除了這麼溫柔的沒關係 跟這麼堅決的離開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可以用啊 老師 我想要先問一下鑽魚啊 嗯 那有沒有可能 妳有沒有想過說妳就離開了 那萬一妳是誤會他了呢 欸 那妳會不會覺得好可惜喔 喔 我就覺得 那就跟他道歉 如果他不原諒我那就算了 喔 好 所以呢 因為我們常常會碰到一個狀況是 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我的好朋友 譬如說他應該要跟我一組 結果今天他沒有跟我一組 有一些某些小事情 我會覺得說 喔他沒有把我當好朋友 所以呢 接下來我要講說 還有一個另外的方法就是說出來 就是妳要試著再去跟他溝通一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次分組的時候 妳沒有選我 妳跟別人在一起 那也許他有他的理由 那所以給自己跟給對方 再一次的機會試試看 那如果真的試了不行 也許會像育成這樣說 沒關係 那起碼我們試過了 喔 所以老師妳又多了一個選擇 叫做再試試 對 但是其實沒關係也不錯 沒關係 有時候朋友當然 朋友跟朋友之間是不能勉強的 但是呢 我們其實表達出來了 就給對方一個機會 那有時候對方其實是把妳當朋友的 不是沒有把妳當朋友 是喔 所以玩那麼多遊戲啊 大家有沒有好好的去想過呢 妳自己的普通朋友好朋友 和自己到底有幾個呢 和妳自己的需求想像一不一樣呢 如果是一樣的喔 就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友情 像老師說的 用智慧用愛心去維持妳們的友誼 數字不是問題喔 這個友情的存在啊 才是最可貴的 祝大家都能多交朋友 謝謝妳們 謝謝 謝謝 一開始啊 我都以為朋友要越多越好 沒有想到交朋友之前啊 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 然後啊 再去交一些不同層次的朋友 才會讓自己的生活更精彩更豐富喔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